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唐杰气得浑身发抖 自己这样一来完全成了他们的傀儡了 而且甚至整个伺机门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下 李依倾笑道 看样子你不是很乐意呀 分明是没有把我们当朋友吗 他随手指着远处一道光芒 天一商会的战舰就要追上来了 既然没把我们当朋友 那只好把你交给天一商会的人了 唐杰脸色苍白 若是真让天一阁的人抓到自己 对方一定会把自己切成片的 他愿读的看了几名大妖一眼 咬牙切齿的说道 好 我们是朋友 他从身上取出了一块玉牌 食指在上面飞速的凝化起来 随后 聚成一个符号打入玉牌当中 随手一捏而碎 一道青色之气从玉牌内阴晕而起 在空中化作青烟 一闪而逝 唐杰说道 讯号已经传出去了 将会被离此地最近的四级门人 接收之后 还有我们所处的空间坐标也一并在内 商满意的笑道 不错 我就喜欢你这样听话的朋友 他冷眼看着远处追来的天一阁战舰 在漫天灵鼠的攻击撕咬之下 那战舰行驶的十分缓慢 虽然目所能及 但想要追上 怕是还要一段时间 与诚深说道 商大人 不若我们停下来等他们 以我现在的力量 有把握将他们全灭了 夺取那盛气 他此刻体内的澎湃力量 给予他无穷的信心 只觉得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 商摇头说道 语 我不希望大家再冒险了 先前便是我的决策错误 不仅让哥倒消生死 而且还损毁了魂天怡 我们几个人的实力流失太多了 在没有完全恢复之前 一定要谨慎行事 至于天一商会 这是他们商盟内部的权力斗争 我们怎么好插手呢 是吧 朋友 唐杰身子微微一颤 愤怒的盯着商 对方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让他们伺机门跟天一阁拼 他们是不打算动手了 唐杰愤怒的说道 商大人 我帮你们之后 希望你们能够解除我的封印 还我自由 商眯着眼睛笑道 一定 一定的 黎 你看你 把我们的朋友都给吓着了 黎千千有礼的汉手说道 唐公子放心 等取得万古长青树之后 我一定解开你的封印 并且赴金请罪 唐杰冷冷的盯了他一眼 不再说话 远处天一商会战舰上的众人 也发现了黎的战鼓在空中飞行 一个个死死的盯着不放 李云霄看着满天的飞鼠 眉头少有的皱成一个穿字 妖园上一定出事了 这些五星士林鼠 果然是贱人就攻击 肯定是鼠黄受到刺激了 青罗说道 沈黎 你对这妖园应该比大家熟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沈黎一听就傻了眼 他哪里知道是怎么回事 求救的望着李云霄 李云霄叹了双手 无奈的说道 谁知道呢 可能鼠黄进入更年期了吧 虽然很糟糕 但也未必是坏事 我们人多力量大 加上还有战舰在这 要抗拒鼠朝显然比其他人容易多了 现在就不知道妖园上到底混入了多少势力 以及他们的实力如何 除了七大商盟 我估计还有不少西域的大派 青罗的眼中闪过绿色 盯着远处的战鼓冷然说道 不管如何 先过去灭了那些妖族 把唐杰抓到手 只要得到了洋药 至少就抓住了主动权 立于不败之地了 我们集中力量 冲杀过去吧 李云霄脸色一变 清和道 不可 青罗大人 你没有发现那战鼓的速度比先前减慢了许多吗 青罗一愣 随即露出大喜之色 说道 你是说他们已经力量不支了 随时可能会被鼠巢淹没 我们守株带兔便可 李云霄神色肃然地说道 不是这意思 我的意思是 他们似乎有恃无恐了 并不怕我们追上去 我看那些灵鼠和战鼓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 如果是力量不支的话 肯定是差距越来越小 很可能是那些大妖已经恢复了实力 在等着和我们一战 青罗心中一领 脸色有些发白起来 那些大妖手中的九阶玄气 他想想还是心中一片胆战 李云霄双目微宁 我们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吧 况且唐杰正是暴风的中心 接近的越早就越危险 突然前方的虚空之上 射下一道青色的光束 威力极强 将那战鼓四周的灵鼠纷纷击得溃散 在大地上震起巨大的轰响 天空中裂开巨大的口子 一艘幽名战舰缓缓使了出来 朝那战鼓奔去 天一阁的众人都是心中大振 那战舰上的标志正是四级门 四级门怎么找来了 莫非他们有跟踪唐杰的办法 青罗惊怡不定的叫道 脸色难看了起来 这下想要抓唐杰 更是难上加难了 李云霄眼中光芒一闪 猛然说道 不好 先将战舰停下 青罗不明所以 但还是很信任他的话 下令让战舰停滞在空中 所有人都是不解的看着李云霄 叶凡也是忍不住说道 云霄 你不是说那些大妖恢复了力量了吗 现在四级门的人 旧唐杰 定然是有一番厮杀 我们乘机而上 我们乘机而上 不是大好吗 李云霄冷然道 如果四级门有追踪唐杰的坐标 早就追上去了 还会等到现在 唯一的解释就是 他们是唐杰招来的 而唐杰在大妖的控制之下 定然是达成了某种协议 互惠互利 或者是受制于大妖 而战谷减慢速度 也是为了等四级门的人 他看着众人一脸的不信 横道 慢慢看着吧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些大妖和唐杰 马上就会直接上四级门的战舰了 让众人脸色越来越难看的是 四级门战舰和战谷接洽之后 果然相处的十分和谐 没有一丁点要爆发动手的样子 而此刻唐杰的脸色也并不好看 瑟丽内忍的盯着战舰上一名 覆手而立的男子 冷然的说道 善阳泽怎么是你来的 应非雨呢 他怎么没来 善阳泽看着战谷上的几个人 目光特别在宇文敖和那战谷上 多看了几眼 随即化作一丝冷笑之色 淡淡的说道 九公子另外有事 派应非雨去了 我则是被派来妖园 营救大公子的 笑话 唐杰脸色一成 怒喝道 应非雨是我的人 九弟算什么东西 可以指挥得了他 善阳泽不为所动 轻描淡写的说道 应非雨已经发誓 效忠九公子了 唐杰瞳孔皱缩 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神色 应非雨乃是他最忠实的死士 怎么可能背叛自己 他持讽道 你这条老狗竟然欺瞒本公子 可知这是死罪 善阳泽脸上浮起了一丝 韵怒之色 沉深说道 老夫乃是九公子之人 这次也是奉了九公子之命 来营救大公子的 应非雨之事 若是不幸的话 大公子自可回去后问他 哼 老狗 给我让开 唐杰站在战谷的边缘 就要跨越过去 朝着挡在前方的 善阳泽冷喝道 善阳泽眼眸当中 略过一丝杀气 韩深说道 大公子 杨耀呢 老夫出来之前 九公子千叮万主 杨耀姿势体大 千万不能有所闪失 还是先把杨耀给老夫过目一下吧 也好让我和九公子有个交代 呸 老狗 你算什么东西 唐杰一口潭水就吐了过去 怒喝道 就算是唐欣在我面前 也不敢如此嚣张 你不过是唐欣手下的一条狗而已 竟敢对着我大吼大叫的 唐欣知道你在外面这么嚣张吗 是不是没有洋药 我就不能上这艘战舰了 他上位者的气息 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特别是这段时间 受尽了各种屈辱 再看到一条老狗 也敢来欺负自己 更是几乎要抱走了 每句话都是咄咄逼人 善杨泽的脸色铁青的发紫 身后还有诸多四级门的高手 全都盯着自己看 自己怎么说 也是七星五尊强者 就算是四级门门主见了自己 也会客气几下 撤毛头小子 竟然毫不客气的对着自己这般辱骂 他机遇出手杀人了 眼中毫不掩饰的竟是杀气 唐欣目光一沉 冷冷的盯着他 似乎料定了对方不敢出手 双方僵持了一阵 善阳泽终于将怒火压了下去 退开让出了一条路来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这虽然是九公子的战舰 但大公子也有资格上的 不过 大公子身后这几位是 唐杰回过头看了一眼 转身道 这些都是我朋友 朋友两字咬得极重 脸色更是阴沉的可怕 善阳泽也没有多想 还以为唐杰是 弃自己管他的事 以下犯上了 内心更是杀鸡四起 暗暗咬牙道 一旦取得了阳药 老夫定然要将你切片了 为这满天的老鼠 商等人也没有多在意 都是一些武宗修为的存在 在他的眼中跟蝼蚁没有什么区别 反而是昏迷不醒的宇文敖 虽然晶圆大损 却是货真价实的武尊气息 让他多留意了几分 以及离得战鼓 似乎是件极为厉害的玄器 众人一登上战舰 唐杰便开始下令了 指着远处天一阁的战舰说道 沈阳泽 把那些天一阁的人全部给我杀了 他们刚才竟敢对我不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